前FED主席葛林斯潘警告,非理性繁榮再現 非理性繁榮,讓這個詞,四海皆知的人, 葛林斯潘說,投資者又陷入這種狂熱了 葛林斯潘在1987-2006年期間,擔任聯準會主席, 曾以非理性繁榮,來形容20世紀90年代, 網際網路泡沫時的資產價值 Hey guys! This is my tea! 91歲的葛林斯潘, 週三在彭博電視對Domkin和 Scarlett Phil表示 有兩個泡沫,我們有股市泡沫,有債市泡沫 儘管最近幾天美股下跌,但仍接近歷史高點, 從短期到長期國債值利率, 也都徘徊在歷史低點附近 在聯儲會,繼續逐步收緊貨幣政策的情況下, 未來幾年,利率水平要將上升 葛林斯潘表示, 債市泡沫,最終會成為嚴重問題, 但短期來看還不太糟糕 但長期利率,顯然在向大幅上升的方向發展, 你知道的, 這會對整個經濟結構, 產生非常重要的影響 葛林斯潘表示, 美股空投,更應該擔心債市價格偏高, 這才是真正的泡沫 當債市泡沫破滅, 大家都會很慘 高盛、德銀等多位經濟學者, 也擔心債價偏高, 是股市的重大威脅 葛林斯潘指出, 從任何標準來看, 實質長期利率都太低,因而難以持久 一旦利率上升, 速度將相當快。 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泡沫, 但並非股價, 而是債券價格 目前市場並未反映此點 勞格指出, 真正的問題在於, 當債市泡沫破滅, 長期利率將上升 我們正在賣下一種,不同的經濟階段, 進入自1970年代, 已未再出現過的停滯膨脹期 這對資產價格不利。 他表示, 股市尤其會與債市一起遭難, 因為實質利率急升, 將對支撐股價的因素形成挑戰 他的理論, 便是聯準匯模型, 主張只要債券漲勢比股市快, 投資便應該持有股票 目前模型顯示, 十年期供債實質利率, 僅0.47% 與標普500成份股的平均股利率, 相差約4.7個百分點 此一差距, 比20年平均水準高出21%, 因此, 儘管每股各大指數跌創新高, 且股市平均穩一比 接近金融海嘯以來的高點 但仍屬合理。 一旦利率開始快速上升, 投資人最好放棄股票 當2013年發生退場風暴, 即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之後 公債實利率都曾飆高, 但很快就回降, 主因美國經濟成長小步蹒跚, 即通膨持續偏低 使實質與明目實利率, 都處於歷史低點 儘管華爾街的共識, 是低利率仍將持續, 但現在由於聯準會, 開始縮緊資產負債表 其他央行也在討論, 如何縮小寬鬆規模, 因此低利率時代, 可能即將結束 葛林斯潘警告說, 美國政府赤字, 與國內生產毛額 支比, 將繼續攀升 他表示, 川普在週二國情資本演講中, 沒有說明政府推出的稅改政策 及增加基建的措施的資金來源, 他對此而感到驚訝 美國財政赤字, 可能會因此進一步惡化, 推高利率令通脹加快 而美國生產力近十年以來, 一直死氣沉沉 美國財政前景不穩定, 以及通脹會持續, 經濟正走向停滯膨脹 高盛集團首席經濟學者, 科斯汀也點名通膨上升的威脅 而這也是他不贊成華爾街, 對年底標普500指數看好的原因之一 他指出, 儘管低通膨, 使標普指數的合理價位在2650點 但更可能的情況, 將是公債殖利率, 與股市的股利率差距將縮小 他仍預估年底時, 標普指數將在2400點左右, 比目前水準約低3% 德意志銀行經濟學者查哈表示, 公債實質利率太低, 已與經濟成長水準脫節 查哈表示, 我認為所有資產中, 價格最不合理的是公債, 下半年我們便將看到通膨上升 加拿大皇家銀行首席美國經濟學者波希利也表示, 通膨壓力衝擊債勢只是遲早的事 Hey guys! This is my tea 也請記得分享出去並按一個讚!